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过了安息日,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苦。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萨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心防言,手能拿舌,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避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